接下來我們請圖醒哲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 邱市長還有衛生室的各位官員 大家午安、辛苦了 邱市長 你要坐在這裡,讓你坐在這裡說 這樣好不好? 抱歉,真辛苦 我們請邱市長 我今天剛好見前 本來是排在很前面的 但是後來看完了 還是要來跟你請教 我知道這個非常辛苦 今天大家的問法你就知道 這個疫苗去年打不完會被罵 今年打不夠會被罵 這是非常難拿的 這疫苗的部分我等一下 再來跟張醫局長一起跟你請醫 那你剛剛來當然是非常辛苦 我們看你今天的報告 也是一樣的 其實都跟以前一樣 大概都一樣 那為什麼今天 會有這麼多委員 一直到這個 大概會搞到五點 讓你這麼辛苦 不是因為你心光三任三把吼 不是因為你的個性非常溫和 大概沒有三把吼 而是說這些委員對你特別感興趣 想要來跟你請教一些問題 那你可以看到委員的問題其實是非常多樣性 那相對來講可能就是表示我們的報告 恐怕沒有燒到很多委員的養次 是這樣子 那因為很多人感興趣的並不是說衛生署做了什麼事情 感興趣的其實是在想要問那個市長說 那你要做什麼事情 大概這樣 那當然你後面有一些類 那一些類如果跟以前一樣的大概都是一樣 那我曾經這個跟市長 你有談過說 因為我們事務官大概都會報告這種東西 說我們很認真做什麼 認真做什麼 但是委員常常說 我在外面聽到的好像什麼不夠 什麼不夠 所以這個中間有一個所謂的漏差 那市務官是依法辦事 但是政務官其實是不可以依法辦事 是要找法辦事 如果找不到的話 就要來立法院來涉法辦事就對了 所以這個是稍微不一樣的地方 就可以看到說今天為什麼大家會問的好像 好像這個 不是寫得很清楚了嗎 為什麼還可以問出那麼多東西來 所以我等一下也要問幾個問題 可能我看到這個才是 可能也是問題 那理論上我們是應該先看出問題在哪裡 然後說我打算怎麼做 那點一個目標 那再來看說做得到做不到 不然的話 這種寫法我們肉食什麼什麼 這個東西等於好像在寫那個 比較像寫那個我們國文的咒文一樣 比較不大像在寫伊寫的 的一些我們的報告 我們一些報告大概都會 比較清楚的目標啦 做多少啦 或是說發現有什麼大的問題 可能在裡面 那我就簡單用幾個問題 那當然這個是做一個 定義是做一個拋磚引力而已 因為我知道說那個 市長一定有很多想法 我們同仁坦白講事物也是非常優秀 只是我說在這個怎麼樣子 在解決新的問題 或是舊的問題的時候 的一個角度 那幾點 跟你就教 然後同時也跟你 有一點點那個 期待啦 期待這些問題能夠得到你的重視 那我第一個 這個 本來這個是要給那個 吳丁毅 院長 那時候沒有時間 所以我是用台灣健康 這個是用這個 我在整個給你 但是這個是點到為止 如果是我們之間的對話 應該更專業 那 包括 包括艾滋病的問題 毒癮的問題 癌症的問題 流感的問題 流感的問題 大家要問很多 我等一下會再講一下 還有醫療生態的問題 原住民的問題 當然還有很多 幾個例子 是希望說 拜託你能夠特別重視的 就是這個 比如說艾滋病 下一張 艾滋病如果那個 章竟然要上來也可以 這個艾滋病 其實是還在增加 千萬不要誤以為是在下降 下一張 這現在大概是兩萬個 但是兩萬個其實是 是通報的 如果是用沒有通報的加起來 恐怕以前說兩倍 他們現在說1.6 1.7倍 恐怕也是三四萬個人 下一張 所以這個部分 其實是應該要 我比較希望就是說 那個署長 你能夠再推動一下 以前是行政院副院長主持 你能不能推動到行政院長來主持 因為跨部會 這在美國 都是總統 辦公室就有一個 然後當然這個 等於是那個 行政院成績會有一個 然後再來才是 屬其一個 CD就有一個 沒有錯 因為這個有時候是非常非常跨部會的 好 那下一張 那大家 你可以看到 這個其實是商氣 毒品下來 但是性行為傳染商氣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可能要 同仁要特別注意 因為這個全世界 性行為還在商氣的國家也不多了 連一些泰國 當然也有 當然也有再反撲回來的 所以這個部分 是不是年輕人的病 三個裡面就有兩個 是 是年輕人 所以這個部分 請那個 市長是不是能夠 都 呼呼一點 心 因為我們 艾滋病 大概最近都是在追著疫情跑 那這樣太可惜了 應該是跑在疫情前面 你現在不投資一千萬 以後就要投資一億 所以這個部分是 非常非常清楚的 另外一個 我們很少 個案是接觸者找出來的 這個也是太可惜 下一張 所以這個 下一張 我只希望說 下一張 你能夠把它那個 用一個房住經費公事化 這個已經問了好多次了 因為你如果不房住經費公事化的話 保證CDC騙騙不出 一個好的房住經費來 他們會互相排擠 那如果說排擠到衛生署 變成說署長的頭痛 但是還是拜託你幫忙一下 那去跟 把這個成績弄到行政院 用這個公事化 公事化的話 必要說我們來立法 那這樣的話才能夠 跑在疫情的前面 不然的話會跑在疫情後面 下一張 徒委員提一下 那個 我想徒委員是這一方面的 國內最權威的 那我們是在這個A子方面 事實上在 盡量把它往 跨部會成績再往上走 謝謝拜託 最近已經行程 準備上千 現在已經到三萬個人 跟我們以前在推的時候 不到一萬的時候 就已經副院長出來 就已經 已經 坦白講是越來越嚴重 下一張 好 那毒癮問題我就簡單講 跳到最後一張 我是 在這裡跟那個 市長講一下 我們愛知 因為毒癮而增加很快 當然 因為用美砂糖有下來 這個是 表示說 用科學的方法是可以下來的 但是 毒癮一直不下來 啊 毒癮為什麼不下來 因為毒銷有暴力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在法治委員 也正在推 拜託這個你也關心一下說 如果把這個問題 當成醫療問題 不要當成犯罪問題 那這樣的話 可能就可以像以前 我們的杜聰明 博士院長一樣 他把 鴉片的問題 就直接 用這樣就解決了 他那時候沒有什麼 美砂糖 直接用鴉片 就解決了 因為這個毒銷 如果沒有歷刃 所以用藥癮無罪 患毒重罪的觀念 我們希望能夠 那毒癮問題 如果能夠解決 也就是說這個藥癮問題 能夠解決 我相信 艾滋病相對就會 得到解決 如果沒有的話 一直去抓抓抓抓 抓到後來 口服的變成 變成 用打針的 艾滋病就增加 再來 再來 流感的問題 我再請教 因為我們剛剛 癌症就不講了 癌症當然是非常非常重要 這流感的問題 我要請那個 市長你看這一張 這個疫苗 已經打了一堆了 大家不敢打 今年是搶著打 那不管是 怎麼樣 大概現在 有多少人有打過疫苗了 從現在到現在打過H1N1的 就是 兩方面 一個是 新型流感疫苗 就是單校假 講新型流感就好了 那個新型流感疫苗 國人所打的大概有 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口 二十五 那今年 再加上去混在一起 也有新型流感 對不對 今年的三種 就是有H1N1 跟H3N1 大概又打了多少人 總共打了兩百八十 到現在兩百八十七萬多 從H1N1來講 它是不是 連真的 它還沒有改變嗎 所以這個部分 加起來恐怕是 已經 已經有 六七百萬人以上打過了嗎 大概是四十%以上了 有很多人口 有些不一定 充打 有些是重複的啦 它不一定是不一樣 重複的時候 就是有點浪費 那不管這樣子 今年的可感染人口 絕對比七年少 這很清楚嘛 為什麼我們疫情反而上升呢 我們可感染人口 從去年的七八月 國內的研究大概知道 可感染人口 如果以阿強來看 至少是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七十 沒錯 今年呢 今年應該下降了吧 不然你打那些疫苗幹嘛 所以喔 我要這裡跟大家講 這個喔 流感喔 本來它就很緊張 後來認的是 Animic Regist 以後呢 變成不大緊張 其實這個是一種錯覺 這是因為它死亡力不高 所以大家以為這個不大要緊 這人民可以不要 勾度擔心 但是它盛行力很高 所以呢 我不知道 張機長你知道說 我們現在在打的流感 你是把它當成防疫型流感 還是當成保健型流感 你說你是在 是把流感壓下來用的呢 還是是在把副作用壓下來的 流感疫苗 公會流感疫苗的政策 主要是降低高危險族群的重病跟死亡 沒錯 所以這是福利型的 我們叫做保健型的 因為這兩個都夾在這裡齁 你們很難做事就是這樣子 你一定要對外界講清楚 不然的話 你等一下會說 為什麼我年輕人不必打 因為年輕人 打了以後呢 這樣低 負重的效果不是那麼大 應該把你撞 但是它會傳染 它會傳染啊 所以你的目的是要 照 減少感染的傳染 還是要減少病發症 這個要講清楚 不然的話你會一下子 買的不夠 太多 所以這個東西是 一個流感 一個非常特色的案例 就在這裡 但是我要另外提出來 為什麼今天會增加 是因為去年的疫苗 雖然還沒有開始打 打得很少 打得很少 大家不太敢打 但是因為大家對疫苗 產生信心危機 結果呢 大家很認真洗手 很認真洗手 所以你可以看看其他病毒感染 也同時下來 但今年不要